爱在初春惊变时 电影讲述一个男子艾文 爱上了一个已经活了两七年的腰 女众没二十年都会以怀孕的方式重生 艾文遇到女主这一年 正是女主要重生的一年 两人的爱情面对的是重生困难 艾文是个普通的青年 从小没了夫妻 而母亲此时因为还正躺在床上 即将离世 母亲看着眼前的艾文离开了人世 为母自告 每一个母亲离开人是最后冤枉 可能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幸福 这天艾文在公司酒吧里遇见了一个混混 他慌故意找茬 由于艾文还在巨大的背筒里 见到生气就出手中伤了火魂 老板次对了艾文 艾文在生活的重状里非常的气敏 由于他决定离开美国 先往意大利放松一下心情 除了意大利 艾文遇上两个旅行者 他们成为了朋友 也结伴同行 之后他们到了一个小镇 艾文约到了一个红衣女郎 也就是女主 艾文对他一见钟情 之后艾文和朋友和酒的时候 又一次遇见了女主 这个次艾文决定主动出击 艾文的搭讪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之后艾文决定留在这个小镇 就和两个朋友说了再见 为了能够养活自己 艾文就在一个农场找了一份工作 一天艾文在小镇闲宫的时候 又一次遇到了女主 女主是一个生物学的大学生 她的神秘非常吸引艾文 两人漫步接头 艾文的真诚最终打动了女主 两人晚上就不可描述的在一起了 但是艾文睡着以后 女主的面部忽然变得非常的恐怖 将是变成了野兽 第二天艾文醒来时 发现女主已经离开了 艾文也没有留意 还是正常的生活 女主这便因为变异 痛苦变成了可谱的绿色 这让女主不得不戴上十字的眉头 皮肤也开始亏了 女主就打针 抑制皮肤的亏了 原来女主是个能够永生的人 但是她必须每20年 用活音的方式重生 也就是生向自己 但是在重生前 就会出现变异的症状 女主就要注视肝细胞里的交集 或者吃动物才能抑制这种变异 艾文又一次遇到了女主 并且来到女主家作客 但是在两人聊天的过程中 女主发现自己又开始变异 便随便找了个借口 去了卫生间 女主在卫生间里 好像变成了一个野兽 在为自己注射药剂之后 周围的墙上已经掀起了一领 之后女主就用洗澡骗了艾文 但是在两人相处中 他们开始慢慢的洗下心房 在美丽的海边 艾文告诉女主 自己父母的事情 女主让艾文看了自己那只绿色的眼睛 艾文觉得非常的美丽 女主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她开始吃豆腐来维持自己的身险 艾文和女主出海油碗 晚上女主身体开始亏了 女主不得不匆忙的离开 但是一定有晕倒在了路边 一个男人想要占女主的便宜 没想到成了女主的美食 女主害怕自己伤害的艾文 于是和艾文提出了分手 悲伤到艾文想离开这个小镇 但是还是忍不住来到了女主的家中 开门一看 竟然发现女主变成了章鱼式的神物 艾文匆忙的给女主打了放在一旁的镇 女主变回人形之后 什么都没有向艾文解释 艾文一气之下夺门而出 女主急匆匆追上艾文 并且告诉她真相 艾文一时不能接受 但是她对女主的爱 不能允许自己离开女主 就回到了女主身边 女主非常的犹豫 因为她青春永住 无法陪伴在艾文身边 自己也无法放弃永生 此时的自己已经怀孕六天了 她有一天就会转化完成 而艾文希望用自己的爱感化女主 她决定陪伴女主 值得她做出决定 两人一起开车出去游玩 一天过去女主告诉艾文 如果自己真的爱上艾文 就会生下一个孩子 而自己就不会永生了 如果没有爱上艾文 就会转化成功 最后吃掉艾文 艾文没有退缩 她握着女主的手 等待着热出的来临 太阳慢慢升起 艾文握起了女主的手 女主做出了选择 她爱上了艾文 放弃了永生 电力的爱情似乎是能够击败一切 而现实却总是能够将爱情打败 所以爱情边 总是能够抓住人们心中那个结 直接关注内心 如果你拥有永生 也会为了爱人放弃永生吗